各位現場的貴賓大家晚安 我是心意學堂蕭雅雯 歡迎大家今晚蒞臨心意房屋大樓 參加2019年的心意學堂新年音樂會 今年我們的主題是華麗的巴洛克 那我們今年非常榮幸邀請到兩位音樂家 首先第一位是大健勤家蔡佳璇 蔡老師 第二位是小提琴家朱玉佑 朱老師 朱老師也是我們今晚的音樂會的導臨 那現在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朱玉佑老師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朱玉佑 謝謝心意學堂這一次 請我們來演出這個巴洛克的這個主題 那 上次來心意學堂有幾年了 這次再來覺得心意學堂真的是越來越厲害了 規模都不一樣 這次來大廳 那因為這一次還是新年音樂會 所以我想說不要太嚴肅 大概講講故事的方式讓大家來了解我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你們應該看得到這個琴長得跟鋼琴不太一樣 那這個東西叫做大健琴 今天這個新年音樂會有一個小小的關係 我們在想曲目的時候 就想 Corelli在寫這個曲子的時候 他的譜上面我們第一首的那個Corelli在寫這個曲子的時候 第一首那個曲子呢 他譜上都會寫說幾年幾月幾號獻給誰這樣子 那這個曲子寫的時候是1700年1月1號獻給人的 也就是說它是1月1號提獻給某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覺得哇這曲子怎麼能找到這麼剛好1月1號獻給某人 而且還是1700年的時候 就是離現在319年 所以就覺得還蠻厲害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用第一首曲子來跟各位開場 用Corelli的曲子 那Corelli這個作曲家呢 他其實在義大利那個時候呢像是小禮琴老師 那那個時候沒有什麼作品 學生要學小禮琴都要老師自己寫 寫曲子給學生啦 所以他們就是像一個四重奏一樣 到處教學生 到處殖民樂團 把樂團帶好以後再下一個樂團去 再教這樣一個樂團這樣 所以他是很有名的教育家 也是小禮琴家 他寫了非常多的這個小禮琴的作品 有點像是學生的練習曲 但是呢他在寫的時候的那個曲式呢 就在1700年變成了後面的人 寫小禮琴作品的這個model 就有點像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寄星的方式呢 也變成後面的人在學習 像巴哈也有跟他 也稍微被影響到 在巴哈的作品裡面也有 所以Corelli是大概在那個時代 很重要的一個小禮琴作曲家 也是一個音樂家這樣 那謝謝今天蔡嘉玄老師也 來演奏大提琴 蔡嘉玄老師在網站上 大家有看到就是 金曲獎得了兩個金曲獎的這個 的大見請家 那張專輯是老師自己 從頭到尾發想完成的 所以 很謝謝你們來參加 讓我們就用Corelli來當開場 謝謝 拍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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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今天 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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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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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